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朋友 我是Tommy 啊 我們今天還是來一個筆電購買教學 那購買教學教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筆電大小大小適合你 為什麼 大家經常會問我說我要買15吋的 我要買11吋 我買12吋 買13吋 然後大家都說 為什麼 我問他說 你在買之前有沒有想過 你為什麼要挑這些尺寸 有些人說不知道 他覺得小的很可愛 也覺得怎麼樣 其實在購買前你要先想一下 你為什麼要買這些size 是有原因的 這樣我如果以工作需求來 我就像我是編輯 我竟然要串下一些活動 竟然要出去 那我可能會想購買這種 我們差不多13吋以下的小筆電 為什麼 旁邊攜帶啊 親啊 我想打字上字幕啊 比如說上一些文字而已啊 或是拍一些照片 然後裡頭弄一下 然後就把這文章給推出去 那就解決了 那我買這13吋 差不多以下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今天我這個筆電 經常在辦公室使用 那我可能就買15吋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吋比較大 比較適合 比較舒服 我使用這跟眼睛的比例比較適合 然後可以剛好手的鍵盤 跟螢幕的鍵盤 跟螢幕大長差不多 比較好打字 等等之間 那我15吋的會比較好 那我們還有16吋 那我會建議他不是在工作台使用 這樣我們的攝影大哥 可能就算17吋了 為什麼 因為工作比較方便啊 我在剪接影片的時候也比較好 所以影片的螢幕大小 他大小也就是去看你用的需求在哪裡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筆電購買教學就到此 我一起喜歡這影片 幫我按個讚 然後覺得影片不錯幫我分享一下 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他們也在一頁問你解答 謝謝大家 掰掰